TD-SCDMA是十分同步码分多指英文翻译缩写 是国际电信联盟批准的多个三G移动通信标准中的一个 该标准是中国大陆地区制定的三G标准 1998年6月29日 中国大陆地区原油电部电信科学技术 以行为通信的SCDMA技术为基础 向ITU提出了该标准 并且顺利通过成为IMT2000三G系统的一个标准 在三GPP R99之后的版本 TD-SCDMA实现了与袁西门子所研究的TD-CDMA的高层融合 结合SCDMA的智能天线 上行同步和软件无线电等技术 成功克服了TD-CDMA技术不能用于红蜂窝组网的缺陷 原因是通过GPS同步和特殊时系 实现了全网同步解决了切换的问题 虽叫TD-CDMA系统的特殊时系配置固定化 却获得了红网组网能力